这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三款武器 任何一款面试都将震惊全世界 连老美度的为之胆寒 第一款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 这是我国为了抗衡美俄两国空中霸主地位 而研发的最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曾经的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 相比美俄两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在轰炸机方面 在没有研发轰-20隐形轰炸机之前 我国轰炸机的主力还是轰-6K 甚至一度装备了 230多架各型号轰-6系列轰炸机 虽然在数量上远超美俄 而且轰-6的整体性能也非常不足 但是相比美俄的现一战略轰炸机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对于快速发展中的我国来说 现有的轰炸机已经无法满足 对未来的战争的需求 以及武力威慑的需要 因此我国急需研制出一款级机动性能 隐身性能 打击性能于一体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我们逐渐掌握了完整的战机研发技术 而轰-20隐形轰炸机的量性 也正式标志着我国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 迈入第一梯队 作为我国第五代战机 轰-20承载着展示我国实力 与威慑敌国的重要任务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外形 类似于美国的B21轰炸机 它采用标准的2加24发动力布局设计 起飞重量大概在250吨级 最大飞行航程达到14000公里 最大载弹量在50吨左右 综合作战性能是现已轰-6K的5倍左右 此外这款轰炸机取消了垂稳 平稳 使用了独特的飞翼式布局 在隐身方面性能非常高 而这款轰炸机最大的优势 就是拥有七大能力 即战略预警能力 空中打击能力 防空反导能力 信息对抗能力 空降作战能力 战略投送能力 综合保障能力 而这其中最恐怖的能力 就是它能够携带核武器 要知道陆机和海机导弹 一旦发射出去 根本无法收回 而轰-20战略轰炸机 可以携带核武器 徘徊在敌方的领土上空 既可以对地方摆出实战姿态的威慑 也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轰-20引擎战略轰炸机的卫士 可以说极大增强了 我国的空中打击能力 它的打击半径已经突破第一 第二倒裂 完全可以覆盖美国本土 据了解 目前全世界拥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只有中美有三国 而美国现役战略轰炸机 主要有B-52 B-1B和B-2轰炸机 以及最新推出的B-21战略轰炸机 而俄罗斯的现役现役战略轰炸机 主要有图 160 图辅95核图 22轰炸机 相比之下 我国现役只有轰-6系列轰炸机 显然不够看 因此研发新一代轰-20战略轰炸机 无论是在军事上 还是大国战略上 都有着非常远大的意义 虽然现在轰-20还没有正式首飞 但是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远 如今的我国已经具备相当成熟完善的军工基础 人才储备 创新能力 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沉淀 未来的一天势必会迎来新的科技井喷 接受我国就不用在关键技术上 被外人卡脖子 而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能来得更早一些 这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三款武器 任何一款面试都将震惊全世界 连老美都的为之胆寒 第二款096型战略核潜艇 这款武器一旦问世 立刻就能让我国的核潜艇水平上升一大台阶 在以前 我国虽然也有自主建造核潜艇技术 但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 我国最先进的核潜艇 也不过就是094型核潜艇 而它的性能放在世界上 也只能说中规中矩 甚至在国际上 我国的094型核潜艇 被单独排在第三梯里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它的一个致命弱点 由于技术的落后 我国的094型核潜艇隐身 静音性能非常长 一旦开动就会发出115分倍的声音 这对于如今先进的雷达系统来说 简直就是个水下拖拉机 而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096型战略核潜艇的研发 就有着极度重要的意义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 096型战略核潜艇 主要有这几个优势 1.全新的动力系统 096型战略核潜艇 采用我国最新一代核动力技术 搭配全电推进技术 预计航速能够达到32级 可支持长时间在水下航行 同时也能快速潜入深海 大大提高了潜艇的作战能力和隐蔽性 2.超高的静能力 新型的096型核潜艇 吸收了094型核潜艇的噪音问题 在原基础上对噪音问题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善 取消了传统机械推进轴的技术 采用无轴蹦推技术 将动力系统调整到了降噪底座上 并隐藏了尾部的螺旋 通过这样的改进方式 它的静音效果可以达到接近美额的水平 极大提高了安全性和隐蔽性 3.强大的耐压艇壳 据了解 中国已经研发出了8000吨级的卷板机 可以制造直径13.5米的潜艇耐压壳 这比国外俄亥俄机战略核潜艇还厚了1米 而在材料方面 096型核潜艇采用的是屈服强度 超过2000MPM的特种钢 其耐压性和下潜深度 均居世界一流水平 4.先进的导弹系统 这款核潜艇可以携带16枚巨量三潜射核导弹 射程长达12000公里 而每一枚导弹可以搭载6个核弹头 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对96个城市发动核打击 另外它还具备快速发射以及预发射能力 这极大提高了我国三位一体核打击的能力 可以说096型核潜艇一旦研发成功 我国的核潜艇水平立刻就能超越英国 达到接近美额的水平 这虽然不能彻底改变美额技术远超我们的现实 但是却能极大缩短我们和美额之间的技术差距 作为一个军事大部 096核潜艇的研发 有助于我们积累更多技术和经验 对于以后其他军工事业的发展 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096核潜艇对于我国国防来说意义非凡 它提高了我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以及战略上的后威设力 对于我国保持领土完整 以及海洋权益和地位方面有些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三款武器 任何一款面试都将震惊全世界 连老美都的为之胆寒 第三款电磁炮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电影中 那些超级炫酷的新型武器 而我国的电磁炮 正在把这一切悄悄变成现实 电磁炮其实是一种 利用电磁力加速弹丸的武器系统 它的内部装有电磁线圈 可以产生高强度的磁场 当电流通过线圈时 装在炮筒内的弹丸 就会受到超强磁力的作用 而被加速发射出去 作为一种新型武器 电磁炮相比传统武器 可以说优势相当的大 它具有速度快 射程元 火力强等特点 在国际上一直被认为 是未来改变战争方式的攻击武器 电磁炮的出速度非常高 可以轻松达到3000米每秒 几倍于音速 射程更是能够达到300公里以上 而普通的炮弹 一般只有1000米每秒的出速度 最高不超过2000米每秒 射程也要短很多 电磁炮不需要装填燃料和炸药 也不会产生燃烧 爆炸以及烟火 它采用电能作为动能来源 不仅环保稳 而且隐蔽性非常高 同时还具有相当高的精度 电磁炮的成本非常异 它没有复杂的机械结构和运行系统 炮弹采用的是实心弹头 穿透力非常强 仅仅依靠动能就可以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此它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杀伤 极可以支持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持续作战 也易于维修和保养 而据官方透露 目前我国的电磁炮技术获得了巨大的突破 在100公里外 就能轻松击穿80毫米厚的钢板 也就是说一辆拥有80毫米厚装甲的坦克 在电磁炮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此外 电磁炮的战斗效率非常高 在短时间内可以发射大量的炮弹 而且不用担心高温炸弹的问题 在战场上可以对敌人形成密集打击 电磁炮相对于传统武器具有很高的优势 也是改变未来战争方式的新型武器 一旦研制成功 不但可以配备到军舰人 就连飞机 坦克也可以装 而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 根据电磁炮原理制造的电磁枪 只是碍于技术原因 没能大范围量产 如今我国的电磁炮技术 已经开始覆盖民用领域 多地的消防系统 均配备有使用电磁炮技术的消防炮车 它可以远程发射灭火弹 改变传统的灭火方式 尤其在森林灭火中效果凸显 完全解决了够不着打不准的问题 电磁炮的研发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军力和科研水平的体现 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威慑 而更重要的是 一旦我们的电磁炮问世 那么就可以彻底改变战争的方式和走向 同时带领全世界军工技术 走向一个新的领域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 都离不开强大的国防能力 而奠定这些国防实力的基础 就是不断地对我们的武器进行研发升级 对于中国来说 仅仅只是这些武器显然是不够 社会在不断进步 我们必定还要研发更多更强大的武器 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时刻保持领先地位